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庚吉郎的林晨真 负责人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哈啰Kili你好 嗨 今天其实大家听到庚吉郎啊 听了就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日本的名字 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们的服务项目或是产品有哪一些吗 庚吉郎先生呢 他是台湾的红茶之父 是我们台湾红茶的首负者 那会做这个品牌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在住到一间房子的时候 我们房东太太叫我卖红茶 那因为房东太太以前他们家就是卖红茶 在中华夜市那里 那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我要卖红茶 所以我就去爬闻了台湾的红茶 那看到了这个庚吉郎的故事 他们在早期就是我们台湾各让给日本的时候 这一批日本人来到台湾 那他们这个跟蒋先生他选中了鱼池 作为台湾的红茶 那红茶的部分他们去印度拿那个茶种 回来台湾跟台湾的三茶就要去做配种 所以今天台湾的红茶就是由这一批日本人来做贡献 那早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其实喝红茶 像俄罗斯啊英国 红茶算是一个很高级的经济作物 就是Tea Time 对所以跟日本人在这一块除了贡献给天皇之外 其实也跟世界各地来交流台湾的红茶 那在以前1939年的那年代 其实台湾的红茶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外汇的来源 透过那个飞碱船 然后可以到全世界去 那我看到这个故事 其实我很感动 因为跟蒋先生在台湾光复之后 他没有回去 他还是留下来台湾 等于是说他留下来跟我们那个国民政府一起工作 所以当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小孩 两个儿子吧 史记是这样写 也在这里过世 那时候瘧疾的时候 那庚吉祥先生也在这边过世 所以在茶盖场外面有一个庚吉祥先生的纪念庭 那我当时知道这个故事 晚上我记得我在一点多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很感动 那我看到徐文龙先生 他也做了四个雕像 那一个在象山游乐中心 一个在奇美博物馆 一个在日本的群马县 一个在台湾那个红茶的那个茶盖场 彼此茶盖场 所以我隔天一大早六点就飞到那个 哦 赶快去跟他拜拜 然后说可不可以将这个商标让我来弄 所以我也跟他用拔杯的方式 是在日本 在台湾在那个纪念碑 说如果这个logo是我有信的话 是不是可以登记成功 很荣幸的登记成功 然后在做这个品牌之前 我也再次跟商标去确认 这个商标是可以用的 那我想要表达说 跟讲这个先生的 他们的精神是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说不管政治什么因素 对我来讲 愿意有人为台湾的茶叶 去做出这样的贡献 我觉得是要谢谢人家 为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首摇影 可以到全世界去 我们也不是说 只有跟杰杨先生付出 而是一代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 然后台湾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 首摇影的地位 其实对于红茶珍珠奶茶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对所以我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也绞尽脑子 那我想到底要开茶店呢 或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说 跟杰杨用鞋去做 更马 就是用弹卷来呈现 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些 怎么去呈现弹卷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模 然后还有就是 做了这样的设计 那我们也把跟杰杨的家乡 群马线 然后跟台湾的日月坛结合 就是猫兰山这边结合 做一个礼盒的外观 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 我看到跟杰杨 跟做这个品牌 其实是我很感动 很喜欢的一个品牌 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透过这个弹卷 可以把这个故事流传出去 所以我们也跟不同的品牌 做联名 对那 疫情过后 其实台湾也开始在经济复苏 到现在的话 其实很多的观光客进来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么一个重要的蛋卷送给大家 那我们也特地去调出 属于我们跟杰风味的红茶 就是有台湾的一些 阿萨姆红茶 还有一些就是不同调配 可以让它的风味更为 让人家有底韵 然后吃起来很香气十足 所以 我们做了一支很厉害的蛋卷 就是柠檬红茶 就是用柠檬馅 然后配上红茶下去做的那个皮 然后这样吃下来就会树树想想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然后我们也结了一些饮料 比如台湾的一些绿豆沙 然后甚至豆花也做了红茶凍 去放在豆花里面 对 所以我们希望跟讲这个故事是被大家知道的 其实我本身是做早餐 面包早午餐起家的 那这个品牌是属于我的韧性 我的感动 但是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 所以我在2017年登记这个品牌 那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寻找了很多的资源 比如说我也去买了一个做茶蜜的技术 从让红茶更有底韵 所以我们的产品里面也有茶蜜 然后去结合在甚至面包 甚至最近中就要推出的红茶的蛋黄酥 还有甚至茶凍 还有就是我们做的很好喝的鲜奶茶 就是用茶蜜结合鲜奶 所以如果到我们店里都可以喝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说 跟讲这个故事 其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很专业辛苦劳动的人 一个很棒的鼓励 就像我的面包店里面也有日本 那他也是来到台湾 然后我觉得他也愿意在台湾付出 所以我们在工作上 他在我们面包店表现得也非常好 就是他们做事的精神就是一板一眼 确实 日本人都蛮 干干净净 蛮职人精神的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职人精神 值得在现在的社会被投入 被大家学习 然后在红茶的贡献 我觉得根净净先生也是要被大家知道 所以对我来讲 根净是大家的 所以我们很欢迎 所有的企业来跟我们做联名 对我们也欢迎 可以让根净更曝光 是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还蛮棒的 是你也希望可以透过产品 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跟净净 对 而且我觉得你一直在做 都是你很喜欢的事情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很愉快 很愉快 就是怎么讲呢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对 因为当我登记成这个商标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甚至我也跟那个 参加的日本百年老店之旅 包括东京 包括京都 我都拿着这个礼盒 跟日本做交流 我也欢迎这些日本的企业 可以到台湾来 来到我的店里来做客 甚至我们也会希望 有跟他们T恤联名 或者是请日本的设计师 帮我们画logo 甚至跟日本的与资来做合作 所以我们其实想促进一些台日的交流 然后彼此去把这样的故事说出来 对 那像你有这么 呃不能说远大报复 应该是说 你非常非常想要推广这个品牌 你很喜欢这个品牌 对 但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呃 那这个饮料茶 因为其实呃做宝特瓶 甚至到贩卖机去卖 或者到超市可以卖到根捷 因为结合茶蜜先 嗯 可是因为要投资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们到日本去看那个生产线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条生产线 他说要卖 所以我去到日本的时候 哎 发现这太遥远了 我问了很多企业家的前辈 他说 哦 你做这个饮料 如果没卖出去 他是喊 所以我就在2017年就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刚好这个过程中 因为一些因素我就delayed 到2020疫情完 我才想说 哎 我要把根捷朗这件事情 再把它整理 那这个整理的过程中 我们光设计设计了好几版 大概跟根捷朗的设计 至少我找了大概五个设计师 来做这个logo 甚至想法 后来我们也是找了年轻人 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怎么让根捷朗更年轻化 可以让更多人来 年轻的人加入我 所以我们的店里的妹妹都蛮年轻的 对 他们也觉得蛮感动 然后甚至有些客人来 日本客人来 或者是一些 知道根捷朗这个品牌 他们都蛮喜欢 是 我觉得日本人会有感触 会就会更感动应该是 有一个在地文化 有个应该说不同文化 不同国家的人 是认同我们国家的一个人物 就很像可能如果今天我们到国外去 看到有人是认同我们国家的人 也是一样的感动 对 因为我觉得因为 默默付出的人非常多 我们不谈政治因素 我们谈贡献度 因为台湾的红茶真的在台湾 现在在世界真的是发光发亮 对 台湾的做茶的技术 这些茶改场 跟这些前人们的付出 真的非常用心 所以跟讲跟这批前辈们都是值得被推广 那透过这个产品 我们只是真的希望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让大家更知道 对 那您觉得在伴手里的市场当中 你们最大的优势跟差异化是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是卖蛋酒 我们是在卖故事 因为我觉得一个感动的故事 其实他卖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其实创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可是我很清楚 我做跟起扬这个品牌 就是说这个故事 今天不管是跟起扬红茶 或者跟起扬奶茶 或者跟起扬什么包包跟起扬T恤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在讲跟起扬这件事情 一个红茶的守护者 一个爱台湾的一个前人前辈的付出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真的是很感动啦 因为有这样的故事 一直砥砺的我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就是继续坚持就对了 所以等于是说 我觉得你的产品不只可以带给你 如果也是你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精神 带给更多年轻人 对 就是透过产品 认识跟起扬 跟起扬再去鼓励更多台湾人 其实你也在默默的推动着台湾的年轻人 应该说你不要讲年轻 选择年轻人 如果能够透过你的故事 有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 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棒 因为现在的社会进步太快 你一个手机一个什么 这资讯太多了 可是有谁去想到这样的故事 一个这样的纪念碑 然后你可以到茶凯茶 你可以爬那个猫栏山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日月潭 然后又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吃着那个跟起来红茶蛋卷 哇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 那我相信你现在在做这些事情 已经影响了很多的人 有没有一些人有给你一些感动的回馈 让你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有啦 就其实我们在门市里面 也有一些就是日本人来 然后有一些长辈 然后甚至银行的朋友都会很支持我们 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说 要不要跟我们买蛋卷 因为跟鸡人嘛 台语的跟鸡人嘛 所以要跟鸡就来银行 然后银行把这个蛋卷送出去 结果他们又把钱存回来 所以其实这些银行的经理 都给我蛮大的支持 在销售蛋这一块 然后也有一些前辈 还有一些客人 还有甚至有人帮我们想要推广到饭店去 其实都有蛮多人想要协助的 这是很谢谢这些长辈 真的 那像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的事业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对跟鸡人 做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除了门店的部分之后 我们会去做一些怜悯 我们也会找出可以支持这个品牌的一些力度啦 就是怎么样让他赚钱是更好的 然后在中长期我们也可能会到海外去跟人家合作 那长远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就是把这个故事 透过不同的企业去衍生这样 对从品牌还有一些产品的品质 还有一些故事性的东西就是慢慢的去把它说出来 其实我也没有想很多 我就是觉得我很开心做这个品牌 然后继续坚持就对了 是应该在网路上面 应该在网路上面大家无关线市的人想要购买也买得到吧 也买得到也可以打电话到店里 甚至就是我们也很多年轻的那个网红啊 都会来帮我们做一些报道 其实都还蛮感谢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很开心的来支持这个品牌 是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一些建议想要给想要做伴手里的年轻人呢 其实做伴手里其实是真的要花蛮多费用 因为光纸盒包装开模这些花下来 其实都是一两百万起跳加上设计费 所以如果说今天要做伴手里的话 其实信账要很强 再来它的行销费用外面大概行情 大概都30%的预算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经营一个产品 除了它定位就是产品的优势 还有品牌的故事 还有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其实它需要很多的管道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这么竞争的蛋卷市场里面 我们也看到蛮多的品牌 甚至有的品牌跟我们一样 他们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对我来讲 我的用心除了在包装设计外 其实我们也很用心在每一个蛋卷 那这个蛋卷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很找师傅不断的研发跟试词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要投入伴手里这一块 其实心脏要蛮强 真的 我看像纯真其实也已经有这么多的企业在做 我觉得像你的心脏的强度已经高过于其他的人了 不会啦就开心 欢喜做甘丸修 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自己喜欢的 也就是认真做就对了 但我觉得纯真真的有一个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就是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 还有就是想要达成的梦想 跟目标上面是一直坚持的完成 去完成它 你看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你并没有放弃 对 但后来你还是继续的 进行结束继续再把这个品牌完成 而且我觉得因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都是快乐的付出 我觉得年轻嘛 就是还是拆心做啦 是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付出在你 未来遇到任何困难也比较容易 可以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带着年轻人一起做事 其实我们能慢慢把品牌都一棒接一棒 然后给他 就是说对我来讲 我是第一个先做庚吉郎 我们可能也慢慢交给年轻人 包括我的早餐 早午餐 面包 我们都在开始 教年轻人一起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是 对 好的 那我们也希望 你知道日本很多的百年老店 对 我们也希望庚吉郎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百年老店 其实庚吉郎现在已经是百年了 百年 1926年 差不多 2024就差不多一百年 他的人物是 但我们还期待他可以更多的百年出现 OK 没问题 谢谢 好的 那谢谢 那谢谢我们的庚吉郎的林洆珍 负责人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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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